现在的汽车更新换到也比较快 很多今年的爆管车型到了明年就可能被更加漂亮的车取代 而性能方面一般车开五年就会开始下降 届时需要考虑是否该换一辆新车了 如果有网友问 想要一款开十年都不会出大毛病的车应该选什么比较好 那么丰田和大众这两款汽车满足你对家用车的全部要求 首先来说丰田卡罗拉这辆车是丰田汽车全球销量最高的车型 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十分流行 这从另一方面能看出这辆车的经济实惠 总体来说这辆车的亮点就是耐用可靠 省油经济 十年无大修 动力上这个车搭载1.6升和1.8升四缸发动机 也有1.2T高配版车型 以摩托士起家的丰田在发动机上的专注更是很多汽车企业都无法匹敌的 这也保证了卡罗拉超强的适应能力 说到大众高尔夫也许很多国人都不深熟悉 但它在欧美市场的口碑正如国内热气车一般致命 很多欧洲的年轻白领会把高尔夫当作人生入手的第一辆汽车 足解人们对它的信来了 一辆车在欧洲享有小高炮致命的两项轿车 也一直是结实耐用的组成 现在大众又发布了全新的高尔夫车型 哪怕开上十年也不至于落伍太多 动力上有精准的德国技术做保障 搭带了1.2T和1.4T发动机 也有低配板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转动上也有7速双离合和7速手自一体双离合可以选择 在油耗上也十分精致 怎么样决定豪选哪款车了吗